不過優正因為之前你跟我講的 這個關鍵字我非常的受用 叫做配合演出 我是沒有在配合演出的 所以我很抱歉 優正因為這個公投的門檻也要25% 是啦 當然 可能大家覺得說 這個陳柏惟罷免51% 25%一半 青菜菜也有 這個25%是要將近500萬票 對 是全台灣選舉人 選舉人 不是台中中二選區 對 是全部的 要將近500萬票 然後不會有高鐵的優惠 也不會有任何服務 你真的要去動員 你要像中二選區 像彪哥他們這樣去 去交付去去追 也不見得那麼簡單 而且這個公投是跟2018不一樣 2018是綁著大選 這個是沒有大選給你綁的 也沒有補選中二選區 也沒有罷免林昌佐 就是很乾的很單純的四個公投 你要捐500萬票 沒有那麼簡單 那優正因為我對YT的粗淺了解 我相信檢舉你的不會比 檢舉董哥的少 不可能 一定更多啦 那他去審查呢 他不是來的就把你 不是這樣 他也會一個基本上 YT的一個審查的這個流程 所以這個要搞怪的朋友 YT的朋友 待會換徐曉星的時候 你再掉流量好不好 像我講的時候你不能掉 叫輪啊 有往上走 有往上走就好 你待會要崩盤的時候 徐曉星你再崩盤 這個我學妹禁得起這樣子 你每天都把他都抓掉了這樣子 因為觀眾朋友瞭解 YT的某公司是Google Google這家公司 他百分之百是一個美國的公司 當然 那這個美國公司呢 他需不需要跟政治做妥協 當然是需要的 所以如果哪一天這個 包括優正的這個正常發會 或整個中天的頻道被幹 就我講川普的例子就好了 川普在美國也是被封殺嘛 他的推特有8000多萬粉絲 他這個推特管你的 他說關就關 當然川普有他犯眾目的地方 那川普現在怎麼辦 他另行出路啊 所以優正如果改天你這個YT 真的被做掉 也不是世界末日啊 我們就換個地方囉 當然嘛 像那個肌肉網紅 有些直播組他跟YT 或是跟Twitch 他們分潤或什麼不合 他們是另外找平台 他們是一個人 或是一個團隊可能十個人 我們是幾百人 我的意思是說 網路不是只有YT才有啦 YT也是網路的一個 就不是說YT把我 像這個 彭老師也是啊 對 沒錯嘛 彭老師每一間 對 這個彭P也是 所以不是這個世界末日 那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說這幾個像這個 這個民進黨的立委 他這個套路是 國民黨是為了中國去反美國 把美國都辦出來 去反美國 那我也不知道 反美國是不是有錢可以領 那蘇貞他講說這個 國民黨這個反萊豬公投是 得罪美國跟世界 所以其實他的關鍵 就得罪美國 把美國推出來嘛 但是觀眾朋友 你去看啊 這個是上個禮拜 這個是John Oliver HBO這個脫口秀的主持人 講了一大堆 那我也不知道他講什麼啦 那這個是CNN的特派員 Will Ripley 他跟蔡總統 這是在龍山市拍的 這總統府的網站 他們就是一個專訪嘛 所以HBO也好 CNN的專訪也好 這個是美國的前國務卿 RICE 他講一大堆 這個什麼親中勢力啊 讓蔡總統難以執政啊 什麼講一大堆 那這個當然是美國的老大哥 拜登總統 他在CNN的節目裡面 所以基本上我的認定是 美律是在聯手 美國跟蔡總統跟民進黨是聯手的 所以國民黨如果2024想要重返執政的話 他最大的敵人不是民進黨 是民進黨的爸爸 你說得好 民進黨的爸爸是美國 美國是民進黨的爸爸 他不是台灣人的爸爸 大家一定要把這分清楚啊 那民進黨能代表台灣人嗎 所以民進黨 他把美國當作爸爸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去左右民進黨啊 他就看到美國他跪下來 那美國基於他的利益 他會不會 所以公安辦理要理解說 為什麼HBO的節目會這麼做 CNN的專訪為什麼要這樣寫 CNN的裁判員 蔡總統請他吃草米粉 他說蔡總統喜歡吃草米粉 你也好了 他是一個月2000塊美金找一個廚師啊 你以為他真的喜歡吃草米粉 草米粉吃給你看的啦 我也真的愛吃草米粉 我每個月六萬塊台幣找廚師幹嘛 草米粉啊 我就叫Uber E的送來 我一個月嘛 沒到10萬 蔡總統那個廚師做法國料理 法國的草米粉 法國人 法國人 又沒吃過 法國料理 這個就是你 當美國在幕後跟民進黨聯手的時候 你國民黨就很難贏啊 像彪哥那一天 彪哥都說每天都贏了 每天都贏了 是民進黨的 所以那兩名阿彪再說 彪哥跟這個 這個 林靖怡成本的事情 你現在是 你是弱勢嘛 在你弱勢的情況下 很多東西他是被扭曲了 所以剛剛又正講的 我很同意說 你如果今天你看清楚 民進黨跟美國他們的勾當 那又正我們之前 你之前也跟我們講那個 天然氣那個合約 我請問大家 如果三接公投過了 我們要珍愛找交稅 所以三接不能這樣蓋 合約是照走的 廢話 那就對了 所以正在美國而言 怎樣 我傳給你 我要運天然氣給你 你沒有接受在你家的事情 我錢照收 你敢不給嗎 敢不給你試試看 你也不敢 所以又正我的意思說 我不配合演出意思說 公投對民進黨而言 有這麼重要嗎 他真的要出重手 他說我就是選舉練練兵 基本盤勁勁的 我們當然就是美國 我說對美國而言 其實我也不認為說 這些公投真的會說 公投如果四個公投都過 然後民進黨就再見了 我爆炸 民進黨就不用選了 他也不是這樣子 所以觀眾朋友 你看這個莫德納的疫苗 以昨天來看 昨天還沒有到貨 他欠我們是234萬 我們今年買了605萬 前後來的零零星星來 昨天還欠我們234 昨天他送我們150萬 他就一定要送的嘛 這我不太懂啊 這個東西 包括蔡總統 包括陳時中 還跑去接疫苗 非常感謝AIT的處長 也跑去 欸 疫苗來了 送我們150萬 觀眾朋友 這個邏輯對不對 這個邏輯當然不對 我跟你買 你沒給我 然後你送我150萬 那我為什麼要收呢 這個合理嗎 可是民進黨是不管 美國爸爸要送疫苗來 先跪下來說謝謝 可是我跟你買的 你不給我 我最缺疫苗的時候 我第一劑打了 第二劑沒來 很多人望穿秋水 你說你是不給的 你為什麼不給 我們要問蔡總統 要問陳時中 要問蕭美欽說 你為什麼不給 同一個時間點 你是給韓國 845萬的莫德納 然後你的布林肯 是到處送疫苗 他送輝瑞 也送莫德納 一死給他 然後我們這邊 嗷嗷逮捕 他就是不給 不然這樣合理嗎 這顯然不合理 可是美國就這樣幹 我說我就是不給你 你怎麼樣 那我現在給你150萬 你要通通跪下來感謝 通通跪下來舔我 我就要給你150萬 你要感恩戴德 然後你還欠我234萬 你連提都不敢提 人家韓國是主團去抗議 我們連抗議都不敢 所以觀眾朋友你要瞭解 我們在一個這麼扭曲的 跟美國的關係 就民進黨執政就這樣子 就是看到美國就跪下來 然後看到大陸拳頭就硬了 他就這樣玩了5年 那這樣子5年 真的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嗎 就什麼跟美國都不能談 叫你一次叫你買 100套400枚魚叉杯彈 你給我一次買足 我說我先買32套 他說不行 不是軍火商說不行 是國安會的那個印太事務總監 他說你要一次買足 你土匪啊 我分批買不行 你賣我40年前研發出來的飛彈 叫我一次買足 是美國的官員叫我們一次買足 然後我們還是跪下來 感謝美國 我們就一次買足 我們就一次買足 買了100套400枚爛飛彈 然後感謝美國這樣說 這樣正常嗎 這樣叫做得罪美國嗎 又正我的結論 為什麼不能得罪美國 對 我不太懂 現在美國是我們老白的 為什麼不能反美 我們也不是為反而反啊 我們公平對待嘛 我花錢跟你買軍火你給我 我花錢跟你買疫苗你給我 那我沒話講嘛 今天是我花錢買軍火你給我爛的 給我二手的 我花錢買疫苗你不給我用送的 你弄我去吃啊 所以台美關係是不健康不正常的 尤其是在民進黨執政之下 你跪著跟人家 人家是不會跟你談 你就跪著啦 我跟你談幹嘛 我丟個肉給你就 哈哈你把他去吃就好啦 這個是不對 所以我告訴大家 蔡英文總統執政五年多以來 他抗中保台跪美的路線是不通的 是不對的 是對我們國家利益是有存在 所以我們在2024的這個關鍵的選舉 要把它導正過來 我希望我們下一任的總統 下一個政府 不要再走蔡總統這個路線 這個路線已經證明告訴我們 對我們國家是沒幫助的 影響 好 對 有 有